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447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迷彩虎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立20周年 近日在央视解放军报新华社等多家官方媒体 陆续密集发布了一系列 关于英雄航天团队的事迹报道 宣誓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即将进入空间战时代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立项至今 已经走过了26个年后 随着天州一号货运飞船太空燃料补加技术的验证成功 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圆满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 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建设天工空间站 预计2018年年底左右 我国将发射天河号空间站核心舱 到2022年我国将正式建成属于中国人的空间站工程 天工空间站由天河号核心舱 问天号实验舱 问天号实验舱 天州货运飞船 神州三人飞船等系列舱段组成 其中天河号核心舱负责空间站的总体控制与运行 与两个实验舱重量大致一样都是20多吨 需要由长征5号B型运载火箭发射入轨 空间站总质量100吨 且还留有充足的对接接口 用于后续的扩建舱段 可以进一步升级到180吨 这些舱段都具备独立飞行的能力 当它们对接成一个组合体后 航天员需要进行舱外的部件组装 以使各舱段的控制运营融为一体 天工空间站的动力系统 更是大胆创新使用霍尔电推进技术 由于空间站运行在近地轨道 受大气阻尼影响 每天都会有资量轨道衰减 因此需要经常开启加速来维持运行轨道 如果是普通的化学燃料 需要经常发射货运飞船进行燃料补加 电推进的功力不会很大 但是足以维持轨道运行 而且消耗燃料非常少 随着中国空间站的梦想照进现实 已经有十多个国家向中国申请 加入我们的空间站工程 我们的回应是想加入可以 但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做 国家为了选拨一名航天员 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 投注的人力物力不可胜出 如果说战斗机飞行员 是用等量黄金堆进来的 那么航天员就是用等量的钻石堆进来的 估算下来每个人价值100亿人民币 这并非夸张 中国的空间站是一个 航天员参与建造维护升级 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 如果说战争航天的第一步与第二步 是航天机研制技术的挑战 那么第三步的空间站建设 将更加凸显航天员的作用 以往我们问航天员 能不能上太空 以后我们要问的是能上几次 随着空间站工程建设速度的加速推进 神轴飞船已经迎来高频发射 空间站的建设对航天员的知识主备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早在47年前 中国就一个名为714的载人航天计划 由我国的航天之父前学生亲自发起 当时的飞船叫曙光号飞船 微信搜索迷彩户回复空间站一词 看7143人航天工程的劲爆内幕 同时我们无可回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长战号F型火箭是托取神州飞天的主力火箭 它的安全系数是0.97 言外之意 就是每发100枚火箭就会有三枚出现问题 这就可能会有牺牲 也可能会有意外 2017年8月21日 中国就成功组织了中国航天员 在阴台海域的海上救生演练 这是中国空间站工程迈出的对外合作的第一步 同时此次演练也是有着更多的安全考量 神州飞船的着陆场 在内蒙古的四字王旗 这次之所以选择海上 就是为了应对长战二号F型火箭发射频率增加后 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如果火箭在上升段出现问题 返回舱的进度局域就是在我国的东部海域 航天员完成飞天再一回来 只能看到的都是他们的荣耀时刻 看不到的是他们的牺牲与奉献 杨立伟代表中国阵来到了太空 但是他所承诺的火箭在加速阶段发生了高频共振现象 在那一刹那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台指纲打开神州7号轨道舱们的那一刻 火箭警报骤然响起 他说哪怕是牺牲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 当即更改了操作流程 前些年有一部反映我国三人航天工程的主题电影《飞天》 天中讲述的是一名航天员的责任与坚守 他十年如一日地等待着飞升上天为国出战的那一刻 终于因为一次太空意外事件 那实现了退前那一刻的飞天梦想 干惊天动地的事 做默默无闻的人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航天员金海王三次飞天前 也是默默等待了十年 航天员张小光等待了十五年 才在47岁那年完成飞天梦想 而他们的共同梦想 就是打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我们每一个人在完成梦想前 都需要坚守于等待 英雄的中国航天员群体 这些伟大而平凡的他们 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最后 虎哥推荐款好玩的太空手机游戏作为福利 游戏太空站发生爆炸为背景 玩家万眼漂浮在太空的幸存宇航玄 在孤独浩瀚的宇宙中 完成各种任务 艰苦求生重返地球 其中玩家操控喷起背包太空行走 非常有挑战性 先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太空行走 逃生的惊险与刺激